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迪让肖战用一个词分别形容下圣阳 顾薇 顾一也三个角色 肖战表示 圣阳是温暖的小太阳 顾薇也十分温暖 而顾一也则十分坚定 之后 肖战又和杨迪畅聊了几句 全程笑容不断 清和帅气 肖战受访完后便准备下场 被摄影师留下继续拍照 于是 又折回去继续营业 他恢复招牌姿势 一手揣兜 一手挥手 再配上标志性的灿烂笑容 让网友撑到不已 网友还晒出了肖战在后台的生图 第三方镜头抓拍下的肖战 依然板正帅气 少年感十足 状态大受好评 只是肖战状态大受好评 网友对赵丽颖的评价却差强人意 甚至直言其美礼貌 当晚 赵丽颖身穿明黄色亮片背心脱地长裙线身 脱地款式拉长赵丽颖身线 再配上一头浓密的波浪卷 可谓女神饭十足 网友表示在红毯环节 几乎所有的明星入场的时候 见到李仪小姐都有稍微示意 在接过对方的签名笔 话筒时也有做弯腰状 只有赵丽颖全程没有任何表示 完全没把李仪小姐放在眼里 其实这不是赵丽颖第一次被批没礼貌 太冷漠了 此前赵丽颖在片场拍广告 有工作人员在外受伤送医 整个片场盲成一片 但赵丽颖却在化妆间全程没有露面 不过也有人觉得赵丽颖这不是架子大 而是情商低 作为演员只要演技好 其他都只是辅助项 除了赵丽颖 肖战 Angela Baby 当日其他明星也是一身华服而来